今天這個對於血的這個命令 不是從立位記開始 從創世紀就開始 這個題目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題目 我們知道很多民族都有吃血的這種習慣 那福音當初傳到靖東亞西亞一帶的時候 那這些當地的民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耶路撒冷大會第一次討論的就是 有一個結論的嗎 記得嗎 這是耶路撒冷大會 因為有很多的福音從猶太傳到外邦之後 就產生了很多的規定或習慣或觀念上面的不同 那所以呢 他們就回到耶路撒冷 這個使徒們召開第一次 這個使徒們的大會來討論 福音進入外邦之後 那有一些 因為在猶太人當中 他們的基督徒仍然保有猶太人的習慣 所以有很多東西在猶太裡面是自然理所當然的 可是到了外邦就有很多的不一樣 那有很多是不同的 那所以呢 那在這裡面就要協調了哪一些是必須的 哪一些只是猶太人的風俗習慣或猶太人的傳統 跟外邦跟福音跟救恩是無關的 那所以第一次大會以後討論 那所以第一次大會以後討論得出一些規條 一些規定 一些這個最基本的 大家必須共同遵守的 那其中有一樣就是 不可以吃血跟勒死的牲畜 就是耶路撒冷大會第一次定規就是 不可以吃血跟勒死的牲畜 勒死 那其實不能吃勒死的牲畜其實也是什麼 因為它的血還在裡面的意思嘛 勒死就是沒有 所以這個意思 意思就是說不可以吃血的意思 所以我們看到從舊約到新約不可以吃血 那今天在活潑聲明裡面 有沒有仔細看一共出現了多少次 四百次 一共四百次 不可吃血就講了四百次 你們好像沒讀到一樣 有一些茫然的樣子 我告訴你們在今天的最後一行那邊 今天這樣就可以檢查出來到底有沒有讀了這樣 四百次顯然這不是小問題對不對 是四百次之多 我也驚訝有這麼多次 顯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所以我們要留心聽 所以在今天的經文第十節 那麼特別的強調你吃血的神會向他變臉 而且要從民中減除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絕對不可以輕忽 那當然這一段有解釋 神特意解釋為什麼不可以吃血 為什麼不可以吃血 第一生命在血中 不可以吃血的原因第一是生命在血中 那第十一節 十一節他說十一節後面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對不對 很清楚第一個原因為什麼不可以吃血 因為活物的生命在血 所以把血視為生命的尊重 把血視為生命的尊重 從創世紀就開始 神對挪亞說唯獨肉帶著血 那是他們的生命你們不可以吃 所以從創世紀挪亞的時候 上帝就已經規定 從人類一開始上帝就定規 神就告訴了人類就是 因為血是他的生命 所以你們不可以吃 那當時洪水之後等於是 人類一個重新的開始 一開始上帝對挪亞就有這樣的吩咐 那神把動物的動物吃給人做食物 可是保留了血的這個部分 不許不可以人不可以吃 所以今天的十四節講得更清楚 是不可以吃血 因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 所以很清楚地講到 為什麼不能夠吃活物的血 因為血就是他的生命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一個原因是生命在血中 第二個不可以吃血的原因是尊重生命 不吃血是一個表達對生命的尊重跟珍惜 就是不吃血表達了一個對生命的尊重跟珍惜 因為生命在血中 吃血就是侵犯了生物的生命 而只有神才是生命的主 所以生命我們是不可以去侵犯別人的生命 那只有神才是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那生命的源頭上帝 只有神才是生命的源頭 跟生命的掌權者 神掌管生命 所以吃血呢 你吃血就有兩個侵犯 第一個侵犯是侵犯人或動物的生命 所以你吃血就是侵犯人跟動物的生命 第二個侵犯你吃血就是侵犯了生命的主 因為只有生命是神掌權 所以你侵犯了神對生命的掌權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的嚴肅的 所以神只把動物的肉賜給人做食物 而不是把任意剝奪活物生命的權柄賜給人 我們不可以任意剝奪這個生物的生命 那我們不可以任意殘忍的傷害 隨意的傷害生命 動物的生命 神也要我們尊重跟愛惜 寒寒基督徒我們要了解 上帝要我們尊重跟愛惜生命 在約拿書四章那裡講到 大家記不記得這段的故事 約拿不是很生氣神沒有毀滅這個泥泥為塵嗎 那他就坐在那個屁麻樹下 要等著看神怎麼樣毀滅那個塵 可是上帝說了一句話 跟約拿書一句話說 在那個塵裡面 單單不能分辨左右手的 就有多少萬人 十二萬人 除了這句 下面還有一句話 還有一句話 並有許多生畜 上帝說有十二萬個孩童 還有 並有許多生畜 他說神說我豈能不愛惜 我豈能不愛惜 所以當然人是人的生命是神第一珍惜 可是深處也是神所珍惜的 深處的生命也是神所珍惜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所以不可以吃血 第一是因為生命在血中 第二 因為神要我們在不可吃血表達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第三 血是為贖罪 血是為贖罪 那神在禁食血的裡面 立位記 最早可能跟挪亞只表達了對生命的尊重 可是到了立位記 神再一次把血的意涵帶到救恩的裡面去了 所以你看到嗎 啟示是漸進式的 所以從創世紀表達了對生命的尊重 那麼到了立位記 在這裡講 同樣是講到不可以吃血 可是這裡賦予了另外一個更寶貴的意義 更重要的意義就是救贖的意義 血有救恩在其中 血這麼十四節十一節裡面說 血因為血裡面有生命所以能贖罪 哇 這是一個上帝再次的解釋 血有生命 所以為什麼血能夠贖罪呢? 因為血裡面有生命 所以顯然當生物的 動物的血 這些生物的血為人流出 在祭壇上流出的時候 顯然他流血 就是用他的生命贖了我們的生命 用他的生命代替了我們的生命 所以這裡很清楚的上帝在這裡表達 因為血裡面有生命所以能贖罪 所以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來贖罪 這是上帝在這裡很清楚的再來解釋那血 當然我們都知道 那動物的血哪能替人贖罪呢? 那最後預表的是 當然是隱約的講到神兒子耶穌的血 當然只有耶穌的血才能為人贖罪 那換句話說也當然就是表達了 這個動物的血流出 用他的生命代替了我們的生命 同樣地跟著表達 預表了耶穌的血為我們流出 也讓也有耶穌的生命來代替我們的生命 神的生命 所以很清楚的血 血不是 血是 不是用來吃的 血是用來贖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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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禁止吃血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清楚的表達 血從來就不是神給人來做為食物的 所以你聽清楚 這個血神從來就不是給人做為食物的 從舊約上帝的心意就在那邊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說是有舊約新約的分別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表達 可是神對血對生命的尊重那是不會改變的 不是舊約新約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血它的作用 血的功用是來贖罪 那血就從來不是作為食物的 所以我們要體會神的信 體會神的信 所以我們不要吃血 那從我對這段聖經的體會裡面 我還是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吃血 第一 豬血高絕對不能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這是民族對不對 有人就是所以近東的時代 當年在耶路撒冷大會 第一次就有人討論這個問題很顯然 他們就有人吃血 惠群你剛才沒想到 連我們都有吃血的習慣 或覺得還是還有人把它當作什麼美食 台灣美食 這是豬血高 那千萬不要吃豬血什麼 那個火鍋裡面有什麼 壓血這些 這是因為神不把 有那麼多食物 神說我把園中 所有樹上的果子都給你吃 只規定這個不能吃 你還是要吃 你有沒有覺得人真的很悲逆 上帝說你可以吃的什麼食物 我給你吃這麼多 只有告訴你血不能吃 你還是要吃 那基督徒不是不信主的人 他不知道 那我們信了主的人 我們還是要吃 這個很怪啊 這是 這個心裡面對神不尊重 不尊重 那所以提醒我們 那我自己也要悔改 那我以前蠻吃 我如果吃牛排 我都說要吃 吃五分熟的 所以有一點就是不夠熟 那我們就覺得好吃嘛 那以後我還是要吃熟的 不能吃十分熟啦 要吃到七分要熟的 不要帶血 不要吃血 就是不管如何啦 那起碼我眼睛沒有看到死血 雖然他考完了 其實血還在裡面 可是這是我們的態度 新約最重要是講到我們的態度 如果你明明看著血 你還吃 那表示你真的沒有尊重神 那沒有看見 你不知道 不是在裡面 那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們要表達對神的尊重 神這麼說了 我們就去遵行嘛 你就說哎呦 麻煩 遵行神的話比麻煩更重要 你哪有神的話比麻煩 神的話當然更重要 所以不要怕麻煩 上帝的話才是最重要 讓我們尊重神的話 我們就會蒙福 那裡面講到吃血 我再提醒你 吃血 在這裡舊約裡面 啃慶神會向他變臉 哇 那誰也受不了 誰也承擔不起 上帝所變臉的這些事情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總而言之 那照著今天這個在活潑的生命裡面講到 就是求主使我每天紀念神是生命的根源 所以要明白神吩咐不可以吃血的旨意 而看中神所創造的人 動物 植物等一切生命 所以我要強調的兩個 第一個 剛才是我講的說 我們要尊重上帝對生命的主權 我們不要侵犯了神對生命的主權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任意去剝奪生命 因為生命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那生命的主權在上帝 在上帝 所以我們要提醒我們要尊重上帝的話 對神所定規的我們主權 第二個 我們要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神把動物當給我們十五次 所以呢 其實呢 我還是說盡量少一點點 不要隨便就傷害生命 那所以求主恩待我們 讓我們有一個尊重生命的態度 神 這是神所珍惜的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再次到上帝面前說 神啊 求神你幫助 讓我進入你的豐富的裡面 讓我明白你的生命 在血的裡面所給我們的 我們也敬拜神 感謝主 神把血赐給我們作為贖罪 好不好 我們同神開口 我們一起來禱告 Hallelujah